苹果在2016年春季发布了一款4英寸屏幕的小屏手机iPhone X 其相对较低的价格和不错的性能受到很多小屏爱好者的欢迎 但两年多的时间已经过去 苹果只是在去年对其存储容量进行了升级 却并未带来任何换代产品 外界仍在期待着iPhone X2的到来 从今年初开始 关于iPhone X2的传闻就开始隔三差五的出现 一度让我们以为这款小屏iPhone的升级产品很快就要来了 但直到今年6月的WWDC结束也未能见到其踪影 苹果也从未向外界透露任何有关新款iPhone X的信息 过去几个月外界的消息基本都围绕在三款新iPhone上 新款iPhone X今年真的不会有了吗? 就在人们已经快要遗忘这款手机的时候 开发者又再次送出了有关iPhone X2的消息 近来相当活跃的Gilhermo Rambo昨天在Scode应用程序中 发现了一款名为iPhone X的新设备 提出他认为这就是传闻中6.1英寸LCD屏幕的平价版新iPhone 但在其更深一步挖掘之后发现 这款新设备搭载的是A10处理器 屏幕支持P3色域 外观和iPhone 7相同 Rambo认为很显然这并不是评价版新iPhone 而是iPhone 7的替代产品 另一位开发者 Steven Sheldon Smith今天发推表示 距离部件供应商透露 苹果正在计划推出一款和iPhone 7规格相同 但售价更低的新机型 这款新iPhone即将开始量产 如果消息属实的话 这款算不上全新的iPhone 很可能就是之前转文不断的iPhone SE2 Rambo结合目前关于新iPhone的发现认为 今年究竟苹果会推出四款新的iPhone产品 分别是代号T500 型号iPhone 9 7的iPhone 7替代品 也就是传闻的iPhone SE2 代号N84 型号iPhone 11 1的6.1英寸LCD屏幕新iPhone 一型全面屏设计 支持The Seed和双SIM甲 代号D3X 型号iPhone 11 3的5.8英寸OLED屏幕新iPhone 一型全面屏设计 支持The Seed 代号D3X 型号iPhone 11 5的6.5英寸OLED屏幕新iPhone 一型全面屏设计 支持The Seed 采用全面屏设计的三款新iPhone 毫无疑问 会是今年iPhone的重点更新 而最新发现的代号T500的新iPhone 只是一款微改机型 7外观设计以及硬件规格都和iPhone7一致 主要更新的部分可能包括玻璃后改 加入无线充电和快充等 得 从开发者的爆料来看 这款新设备会接替iPhone SE成为新的入门机型 而iPhone SE和iPhone 6S以及iPhone 7系会在新机发布之后平常下架 新款iPhone SE A10 iPhone 8系 A11以及三款新iPhone A12会组成新的产品阵列 根据之前外媒爆料的消息来看 今年的新iPhone将在9月12日发布 9月14日开启预售 你准备好了吗 想了解更多关于苹果设备的使用知识与技巧 以及查询保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与点点栏目